这一系列的操作 足以证明拍视频 是有违反行业竞争规定的恶情行为 更可以说 他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周总 可算就当年了 你怎么来了 周总 龙总 在你们开会之前 能不能耽误几分钟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 有事儿晚点再谈吧 这里是灵智啊 正因为这里是灵智 我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某些人 拿着剽签我们瑞达的策环 在这儿招摇撞骗 不好意思啊 龙总 我之前刚去过五行传媒 这才知道周总和孟总 已经来了灵智 我这就不请自来了 老肖 有事儿咱俩私下里沟通行吗 周总 我们瑞达和你们五行合作了这么久 你就算是换人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误会啊 老肖 其实啊 这个行业里啊 存在一些良性竞争 无可厚非嘛 但是啊 这派是贫的所所所为 这派是贫的所所所为 我看 可就够不上了 方会在设计和阻止我去五行发布会之后 趁我办公室没人 便窃取了瑞达针对五行传媒做的策划案 并且把这个策划案给了派视频的负责人 就是这位孟总 这一系列的操作 足以证明派视频 是有违反行业竞争规定的恶情行为 更可以说 他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五行传媒和灵智集团 要和这样的人合作 我担心你们的企业形象 会受到极其不良的影响 而且 我们公司 会追究你们 还有派视频的法律责任 孟总 要不要解释一下 孝总 您说的这位方女士是你什么样呀 我太太 怎么了 那您的意思是 您的太太为了帮我拿下五行传媒 向我泄露露瑞达集团的策划案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 我们夫妻俩啊 最近有些矛盾 这俗话说呢 家手不可外扬 但这件事涉及到商业机密 我就不得不说了 孟总 你还真是有手段啊 什么招你都能使得出来啊 不管怎么说 视频证据摆在这儿了 不是你孟总三言两语就可以掩盖的 我们公司的监控视频 萧总都可以拿到 萧总真厉害 别转移话题了 这视频总归不是做假的吧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啊 在座的各位 都是视频行业的尖端人才 视频有没有做假 在座的各位 应该比我还要清楚了 而且 这件事情我们宁致不方便搀扶 所以我要先回避一下 你们先聊 不好意思 那走了那走了 好 大学学的就是平面设计是吧 是 研究生经年刚毕业 东海哥 对 你有没有瑞达那个肖总和太太 方辉的联系方式啊 行 你拿着简历去前台做个登记吧 好 谢谢李总 好 思维儿 以后我在公司不要叫我哥 我哥 让人听见了不好 这不重要 你快点帮我找 救命呢 有那么十万火急吗 快快快